宋代的私俗化 把民间的一些趣事 动感的 包括人物也好 花鸟也好 秦类也好 鱼类也好 全部可以放在玉雕的装饰中 就是私俗化 民间可以玩骨玩了 过去玩骨玩要杀头的 现在不可以 现在民间都可以玩了 那把民间的趣事 民间老百姓用的 喜欢配挂的东西 都可以雕作在玉雕上 你莲花童子前面没有的吧 那我们怎么会宋代出现莲花童子的 他有一个神话的故事 叫若母莲孙贵子 佛教中间有一个神话的一个故事 有个鹿到仙山上去 舔了石头上那个叶 然后就怀孕了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若母莲花 圣丑的儿子是个莲花 而放在河里头 河里头出现了一个儿子 就是这种神话故事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叫若母莲花生子的神话故事 演变到我们玉雕上 就是出现了一个童子 旁边有莲花 那么就莲生贵子 望子成荣 就多生儿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种题材 那么这种民间题材 就是受了若母莲花生子的神话故事 演变而来的 那我们看这个童子 这是背面 这是正面 是不是 这是侧面 底 告诉我 告诉你们 这个厚度有这么厚 不是扁平的 一片 它有一定厚度 告诉你们 它有一定的厚度 扁平件 那不是片件 中间一看一下 这个洞严大不大 上下窗孔大不大 很大吧 窗孔大的年份高 那就是不是糖 就是宋 但是莲花生子只有宋带 有糖带没有的呀 那你当然要么宋 要么明 要么心 是不是 那么我们先看这一点 为什么标宋 首先它的庆色 庆色 一直很白 变成这种淡咖啡的庆色 说明它入骨土的 是不是 它的庆色是不满几千年 最多千把年 八百年左右 是不是 那么这种童子 宋代的童子 甭管是单个还是三个 都是侧面的 没有正面的 记住 正面的是金代开始有的 它是侧面 这看到一个耳朵 看到没有 你看不到两个耳朵 看到两个耳朵 就是正面的了 正面的童子 那就是金代开始有 宋代是没有的 记住这个特点 所以后脑手很大 看它的鼻子 嘴巴 冲灌 小鼻 樱桃 小嘴 还有眉毛上面 有两个眉毛 是挂的 往下挂的 八字眉 八字眉 一片两片 很浅浅的 八字眉 这几个特点 都是宋代童子的特点 再看它的衣服 长马甲 这个是马甲 里头还有件衣服 外面一件长马甲 下面是短肥裤 长马甲 短肥裤 宅秀 你看它的秀管 跟手是两条平行线 看到没有 一条线 两条平行线 说明它的秀管 不是很宽的 你看到宽的秀管 你有明了清了 宋代的童子 都是宽秀 你不要看 小小的衣服特点 都是鉴定 宋代童子 真假的要害 明访的太多了 心访的也太多了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 解决巧 你容易看错 看错了以后 你鉴定错了 那你经济价值也不一样的 明的童子 跟宋代的童子 跟现代的童子 你说价钱哪个高啊 经济价值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你们应该 现在房品太多了 都用两个八字枚 很深很宽很大 告诉你 我是宋童子 其实宋代 真的宋代莲花童子 他的八字枚是借光透视的 很浅 很浅的 所以你拿到手里 一看八字枚很深 你就要怀疑是新房的 因为拜前吗 真的宋童子就是八字枚吗 他抓住了这个特点去访 好 我们再看 他什么旁边有个莲花 这个莲花荷叶上面的 阴克线 纹丝不乱的 但到明房的话 阴克线要粗一点 要乱一点 下面这个花瓶 看到没有 那个莲花是插在花瓶里头的 说明什么 平安 表示平安 习音嘛 寓意嘛 我莲花嘛 叫莲生贵子 莲生贵子 还有平平安安 老百姓的题材 都是有含义的 有图比有益 有益比智祥 没有乱来的 没有乱标的 所以这个 正面是这样的 我讲了 反面看一下 反面是完全一样的 庆舍都是一张皮一口气的 有没有发现 后面那个长马家的一脚 翻过来的 说明什么 十个童子 十个一脚翻过来的 你不要看这个一脚 翻过来这么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说明什么 说明宋代的艺术 在大自然中间 风吹了以后 一脚翻过来了 所以他的艺术是非常写实的 那你今后看到每一件的莲花筒子都有这一二三的相同的特点 封管单童还是双同 男的是桃子头 女的是人质型的法 就是法型也有变化的 那侧面的后脑手大 是不是 后脑手大 那五官呢 全部集中在中间 冲冠小鼻 樱桃小嘴 八字门 宅秀 长马家 短肥裤 全部是描写 莲花筒子 宋代的时代风格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件 好 这个是两个童子 是不是 那旁边是我的踏片 我脱的 脱片上看得很清楚 看正面 是不是冲冠小鼻 樱桃小嘴 八字眉 你看男的是不是一个桃子头 女的是人质型头发 后脑手很大 是侧面 都是侧面的 没有正面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单耳 看不到两个耳朵的 再看看衣服 是不是宅秀 长马家 短肥裤 那么马家跟肥裤上面的 衣服上 往往有 斜方格纹 十字纹 他的纹饰 表示他的花卉的纹饰 那你再看看 后面 是不是一脚也翻过来的 这个一脚也翻过来的 看到没有 那么也是上下穿 上面一个洞 下面一个洞 上下穿孔 都是配挂的 都是配挂用的 但是他也是扁平级 跟上面一件一样 都是扁平的 不是圆雕 是圆雕 圆雕很多是圆的 但是这个圆雕是扁平级 不是薄片型的 那么刚才那个莲花 我们再看上面那一件 有没有觉得 它莲花是超过于头部的 看 它的辅助纹色 是不是超过头部的 那么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等于十个莲花同志 十个莲花都是超过头部的 不是的 有的他没有用莲花 用的其他的东西 那就不一定要超过头部 那你到后来呢 到明代呢 他莲花在背在肩上 背在背上的了 你一看莲花荷叶在背上的 一看是明代的 如果是你看到莲花 是扛在肩上的 你知道这是清代的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莲花 它很实在风格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件就不是莲花了 是不是不是莲花 那不是莲花 它不可能超过头部了 是不是 那不是超过头部 你说它 这不是送 因为它没有超过头部 我们鉴定不可以这样的 我们鉴定是根据大的 大的指点符合送的 就是送的 你有莲花 那我们说莲花肯定是超过头 它不是莲花 那你说它 因为莲花没有超过头部 所以不是送 我们不是这样鉴定的 不是这样鉴定的 还是买花肯定是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